大家好,欢迎来到听闻懒天下,今天和大家说说,58岁倪平连不离手,走路都要别人服,背后的引擎让人心酸,那个主持过13次春晚,堪称一代人回忆的央视名嘴倪平已经58岁了,前段时间,倪平在录制节目的时候被发现连走下台阶都要别人服着,这让网友们一下子炸开了锅, 说,倪平阿姨这是怎么了,要知道,倪平老师当年也是央视一只花颜值不输现在的小花蛋的,早在前段时间,倪平老师还被记者拍到过当街抽烟的照片,有不少网友感慨,倪平老师老了,的确,相比起童年龄段的女艺人来说,倪平老师的容貌和身材管理,似乎做得并不好, 但这位58岁央视名嘴苍老的容颜背后,其实是有其自己的苦衷的,倪平老师经历过三段失败的恋情,第一段恋情发生在其到央视工作之前,这段恋情在倪平到央视工作之后结束,第二段恋情是与明导陈凯歌,据说两人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 在与陈凯歌分手之后,倪平与王文兰相识相知,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,遗憾的是,这个儿子患有先天性白内障,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倪平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的病情上,哪里还有心思像别的女明星那般,把心思花在身材和容貌上呢? 倪平自己在节目上,提到儿子生病这件事儿的时候,也总是会忍不住的落泪,倪平为替儿子治疗,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,即使这样,她和王文兰的婚姻依旧没有走到最后,婚姻的失败和儿子的病情,压得倪平喘不动气,这样日夜的操劳便让她变成了记者镜头下,那个烟不离手,身材发福,面容操劳的女人, 看到这里,你还忍心责怪倪平抽烟和发福吗? 好了,亲爱的读者,喜欢小编的娱乐视频可以点个赞哦,在此小编祝愿大家在2017年里台园滚滚,心想事成,小妹在此谢过了。 谢谢大家